警察军车冲赌场 赌客受精并拔送医 警方破门而入 冲进赌场 证明患有慢性病的正姓男赌客 却突然当场倒地身影 吓得警方连忙叫来救护车 将赌客紧急送医 昨天凌晨 金门县刑警大队 乘军车当卫装 暗夜初级 在金湖镇上一村海边的食品加工厂 破获一间天酒牌职业赌场 当场逮捕陈静祖贤和赌客等27人 这里这里这里还有两个 现场多位富人赌客 还向警方辩称 包包里的钱 是过年要给孙子的红包 还有赌客将赌汁 藏在胸罩和袜子内 不过都被警方一一搜出 一共清出赌汁326万 创下金门查获赌金的最高纪录 除了一名断信赌客 因冲撞远警 被依妨碍公务送办 和立民昏厥在地的 正姓赌客被送意外 其余赌客与嫌犯 被警方带回警局征讯 动新闻金门报道 先 Fly Up C Fly Up 感谢观看